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過幕右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一連講了兩集的英國 上中下三集 第一集英國就跟大家講 現在英國的再前一個八節 就是1801年的1月1日 就是英國和愛爾蘭的聯合法令 中集就跟大家講了184年南京條約 香港割藥給英國當時的香港八字 和97後香港八字的比較 給大家有個印象 今集就跟大家講最終會 都是大家在移民方面最上知 究竟未來英國有沒有人客 我們現在就是用愛爾蘭脫離英國自由 做了自由邦之後 英國重新成立一個新的年月日 就是1922年12月5日 這個才是真正批未來英國的真正的八字 這個是最終會 OK 好了 1922年12月5日 英國真正的八字 又率年 新賀月丁美日 是不是指示 當然不知道的 這個真的是 就算你不參考這個支持都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八字都很明確的 因為《丁火日元》 《丁火》是一個八字裡面 大自然的世界代表蠟燭的火 它必須要有格局的格局才能高的 但是因為這個八字入面來說沒有隔木了 任率連身害月丁未日 丁火生在冬天 冬天是水旺的結構 任水出幹 一盆大水淋下來 那個丁火撲一聲沒有了這個隔木 那個格局就會低了 好了 看之前跟大家講過 大家有沒有拍下第一集 講英國的時候 它的八字是什麼 寫多一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在下面這個位置 更新年 墓子月 月美日 丁子時 OK 好了 這個是月木 這個就是101年1月1日 當時英國成為大不列顛日不樂帝國 世界第一強國的八字的結構 就是更新墓子月美丁子 它是得到月木的乾性的起用 有丁火太陽 有桂水之潤 更新一柱的觀煞 OK 那就代表一種很好的格局的結構 那現在這個192年的英國 都不是說很差 因為它都有一個有力的政官 見到 政官是由月齡透出的 它一樣是有管理管治的 不錯的現象的 都是世界強國的 英國 是不是 但是跟下面那個八字的格局的結構就差了一皮 因為1801年那個英國的八字入面 月木見到丁火是最高的格局 而丁火要見格目才是最高的格局 因為冬天它沒有格目 沒有格目的格局就層次低了 所以當它一去到192年 就是最壞愛爾蘭 是不是 脫離英國之後 搞到英國要重新立那個八字 英國的八字一出現那個格局就低了 就等同於我們在中閘的時候和大家講 香港為什麼184年那個八字 可以慢慢成為東方之珠 九七之後來講變成現在 到香港都見到現在是一潭死水 為什麼 因為那個格局低了 香港雖然都仍然是什麼金融中心 仍然是什麼什麼的很頭的城市 但是比九七年前是不是明顯格局低了 我們感覺到 英國也一樣 英國仍然是世界強國 不過格局明顯地低了 好了 英國就前事緣了 我們好像講武俠小說 前事緣 重點是 究竟未來有沒有運行 我們看回英國太遠那些不講了 看回英國 在九一年的時候 行一個叫做革神大運 有個格目在 90年代英國其實仍然是不錯的 90年代的英國仍然是不錯的 格神大運 2001年行貴卯大運仍然是有個目的在那裡的 東方目的 現在這一刻 2011年到2020年 這10年行這個任人大運仍然是目的來的 就是說近這30年來講 英國雖然格局層次比以前低了 但是因為大運有目的輔助 所以仍然是不錯的 英國 好了 關鍵來了 2021年 即是明年開始 行這個新丑年 掉了個目的英國 掉了個目的就麻煩了 因為英國是需要有目的才會格局高 在冰火日月來講 即是說2021年開始來講 英國的運勢是相當之一般的 英國 好了 我們看看 究竟是不是這個霸治 是不是真的反映到英國的 你們可能會問 為什麼不用101年那個霸治繼續批下去 我們看看 英國脫歐是何時開始談 令到英國曾經有個動亂呢 是2016年開會的時候談英國脫歐 當時的大運是任人運 2016年是丙新年 是嗎 大運流年天黑地沖 是吧 大家玩過八節都知道了 大運流年天黑地沖 代表有很大的動盪 好像匯豐銀行那樣 今年就是大運流年天黑地沖 CG1被麻煞 股價一沉不起了這樣的情況 當時2016年的時候 因為英國要談脫歐的問題 投票 諸如此類 最後就當選認同了脫歐 曾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脫歐 好了 一直拖 脫歐的日期 不停拖拖拖拖拖拖到2020年1月的時候就脫歐了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五年的人運入面 五年這個人運入面就不停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 哪有這麼巧合呢 大運流年天黑地沖就是反映脫歐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這個八字裏面 不會看到這件事是脫歐 我們只是看到它有一個很明顯的浸蕩 因為脫離歐盟是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是這樣的碎運雙沖 而見到這樣的大的浸蕩 所以這個八字用來批英國的後運是一個可以參考可信的其中之一的現象 好了 如果假設之間我們假設這個八字真的成立的話 那有什麼現象呢 好了 我們看看 好了 看 二零二一年開始入新醜運 二零二一年是新醜運 二零二一年是新醜運 二零二一開始這十年我們叫做新醜運 二零二一就是新醜運 我們叫做碎運並臨 碎運福淫 大家一起這個字 這個新醜就正正跟它丁微天黑地沖 這個大運新醜跟它的日處天黑地沖 榴蓮新醜跟它的日處天黑地沖 而醜率未三營 對嗎 好了 一間公司的連署 到了它的管理層 我講壹傳媒的時候講過 好了 講香港八字回歸都講過 醜率未三營會動到這些管理的位置 動到它的日處 所以現在英國呢 在2021年打後這十年呢 其實都幾動盪麻煩的 因為這個醜率未三營是動它十年 十年時間 是不是 可能有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現象 英國似乎 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英女王就已經是94歲了 是不是 好了 動到這個連署這個位置 就代表一個國家的管理層 老闆可能有危機 所以呢 2021年呢 可能是英女王的一個關口都不出奇 流年 大運 碎運 複任 醜率未三營會動到 2021年到2022年 也是剛剛好轉運的期間 所以可能2021年2022年這兩年呢 可能英女王就有一個關口都不出奇 應該是正常的 九十幾歲了 十一天是關口的 就是國家送了她的一程 是的 即是反映這件事情 即是國家反映到英女王 在2021到2022年這段時間來講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關口 即是說 如果我們這樣看下去的話 即是說 如果英女王真的退下來之後 會有新的英國國王 管治能力可能不是太理想 反映她這十年大運比較動盪 好了 這個又是英國的後運了 OK 即是不是那麼穩定了 不是那麼穩定 那跟著那些運好不好呢 2031到2040 根子是金水的年來的 對那個丁火都沒有什麼幫助 2041到2050幾害好一點 因為那個害跟那個味 會拱木器 會好一點 都要2040幾年之後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跟著再來 2051到2060 冒失這個十年大運 我們叫做相關客觀的運 代表可能有很多人民方面的 反對國家的情況出現 可能遊行啊 動亂啊這樣的情況 因為冒失相關客觀嘛 那所以呢 其實英國呢 在未來二年一年打後這幾十年來講呢 國運都是一般的了 真的不是太過十分之好理想 那現在很多香港人 因為BNO的問題 那就可以直接去申請英國拿居留權 拿定居留權 我就覺得無果口非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想著去發展的話 我覺得大家呢 最好想清楚了 因為呢 就是以我自己這麽多年的經驗來講呢 通常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呢 通常都是錯的 那件事情 OK 那也說回一些例子 那樣 你試試想一下 那個個都說走去英國了 因為最方便 最容易拿到 那大家去到 除非你已經是 不用做了 那如果不是 大家可能都要去賺食 那個個香港人 去英國都要賺食 那賺什麼吃呢 或者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這麽多人爭奔頭 是吧 英國本來都是 都不是不排華的 都是排排的 那你們又再加上 你們這麽多香港人一次過推進去 那感覺上呢 就好像香港經常說 國內人蝗蟲 是吧 來香港爭爭資源 那你香港人又做回同一件事情 又去英國搶資源 我覺得就 這種的想法 就好像有些 相同標準 是吧 你又覺得 大陸人過來香港 是搶資源 是蝗蟲 那你自己香港人 又做回蝗蟲 是吧 站在不同的角度想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其中一 第二方面來講 就是當你大家都一起 走去英國 搶資源 找東西做的時候來講 除非你是一些很出色的 專業人士 或者你已經是大把錢 不用做了 那不同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過代都要搶食的話 可能你不是真的 那麽容易搶到食 這是第一點 第二方面來講 英國呢 見到運方面來講 也不是發展得那麽理想 不是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 已經 所以搶食會更加難 所以如果有人批命 問我意見 而去英國好不好 都很難 我會給一個正面的答案 你說很好 真的很難 因為實在 不是太過 一次過做同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安全的地方 這就是我的看法 而英國就不算是一個好的運 不算是一個好的運 你說會不會很大的問題 那又不會的 因為這個八字裡面 本身的政官很有力的 管理層本身都穩健的 只不過那些運裡面 是一般的 這樣的情況 師傅你害不害怕 你害不害怕 那些觀眾等到第三集 原來發覺 等到你給個答案 是跟他們說 不要想了 因為一定要有前真後果 大家才知道 究竟為何我會給出這個結論 就是一定要明白 什麼叫做格局高低 以前的英國的格局 和現在的英國的格局 的格局已經不同了 那美國又開始即將要退運 就是美國可能 那當然退運的意思 不是馬上玩完 它要慢慢下沉的 那無論哪一個選都好 美國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其實美國的運勢 都會開始轉差的 即是哪一個都分別不大 只不過是四年後 還是馬上的意思 即是如果你是拜登選到 這樣的情況 美國就馬上衰 如果特朗普選到的話 就硬撐了四年 因為特朗普都要退下來 即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不變的事實 大家放長雙眼就會知道 你現在硬看到的現象 是等於未來的現象 就是這樣 師傅你小心點 然後又會有些觀眾留言 又說你乃貢 是啊 即是說事實就不等同於乃貢 坦白說 即是中國有中國的問題 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問題 英國有英國的問題 那我眼見到呢 如果你說純粹 不要說那個國家大月小的 之前我講過馬來西亞 是馬來西亞的運行得不錯 馬來西亞 不過馬來西亞現在沒有了第二家園 可能我聽到我的節目之後 立即撤了第二家園 馬來西亞是挺好的 英國真的一般 我會找一下澳洲和加拿大的資料 看看我找不找到 因為這些地方太久了 即是不容易可以拼得到一個對的 我英國都運轉了很多次 我真的很確認這個白天 真的反映到未來的運勢 才拿出來跟大家說 所以說了這麼久 但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即是英國其實在2016年開始 就談脫歐 談到來這個2020年 即是脫了歐 那會不會在他往後 將來的運不是太好的時候 而不知英女王 還是他後繼接任人 又這麼幸運聽到你說的 知道未來自己的幾十年都會領事 那他又發覺 不如我們還是加入歐盟 那又會改善到呢 不會的 因為他加入歐盟 他就裝一個團體 跟他自己的國運沒什麼關係 嗯 沒什麼關係 因為他管理的現象是差了 2011年 醜蜜味三營是一個非常多 人民動盪的現象 因為醜蜜味就是食神 食神相關會黑個官星 即是說醜蜜味三營 這個十年大運 代表會有很多的政治問題出現 在這個國家裏面 即是可能你覺得香港很混亂的政治問題 但你過到英國又有個政治問題 那你真的覺得 就是這個搞字 搞英國 就是這樣 嗯 OK 一連三集 英國的命運 就是圓滿大結局 大結局 上中下三集 大家可以重溫 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去看英國 因為英國有不同的時間 你都要轉一個新的白天體 玩到我頭都傻 因為我一定要對得到這件事情 是有些流年真的有很多動作 才可以跟大家說 所以英國這個白節可以參考 1922年12月5日 當然沒有這個事實 因為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脫離 可以拿 真的不夠了 就是這樣 香港也都看了 1842年和1997年的白節的分別 也可以看得到 像師傅所說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上中下集 無論在學術上 技術上 以及在一些遠景上 師傅都給了很多的意見 雖然答案 我相信不是大部分人想接受 因為拿居留權無所謂的 譬如說 只想拿居留權 不一定要過去住 拿了居留權都可以 當然無所謂的 即是有些人 萬一很害怕的情況 自己的想法 除非你自己真正是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你已經決定去參與政治運動的時候 你當然應該要害怕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想過 參與政治運動的情況之下 純粹在香港找一口飯吃的話 我又覺得大家是不需要緊張到這個地步 我打一個比例就是 你現在的人在深圳住 在東莞住 他們都不可以說中國一句壞話 他們不是一樣很開心 天天在微辣也好 眉盟也好 他們都生活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 除非你已經立心去參與政治運動 你要擔心你要去我們BNO 如果你是想著 我純粹在香港想著 是滾一口飯吃的 我又覺得 有理由不需要那麼緊張 我一定要趕快去英國 不然我會隨時 這些資產會被人凍結 我覺得就想多了 我會隨便去參與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李英聰師傅 講講一些人物 講一些人物 下一集我打算跟大家分析一下 講一些官員的八字 因為之前講了很多一些民主派 我們公平一點點 講一些官員的八字 下一集跟大家分析 香港一哥的八字 我們會做一些人的 別再偏聽到